好鹹啊 Hello 大家又是我Dee 今天你看到有魚露有夠肉 究竟做什麼呢 做Dry Age 魚露Dry Age 我想大家都沒有見過吧 我真的第一次去想這件事 這麼鹹的東西 它裡面還有什麼呢 有魚汁鹽味精 既然是這樣不如我試一試它 拿魚露滲上面 然後做Dry Age 不如就一邊試一邊掃一邊看 究竟我們做14日好還是28日好 我們今天就會用一塊 Choice Grade的CAB肉眼 為什麼用Choice Grade呢 其實我又想多說一些故事關於Dry Age 話說以前有Dry Age這件事 是有一條茂莉 忘記了放在雪櫃 吐到天荒地露 看到有塊肉在那裡 死吧 一定被廚師 一定被老闆罵 切切切切切切 然後中間好吃 其實Dry Age 以前的做法 是用一些低一點等級的肉 去做Dry Age 現在每個人都吃得很刁鑽 每個人都想吃最漂亮 但我想還原基本步就是Dry Age的味道 其實就是要用一塊最普通的肉 去做Dry Age 最後可以吃到它的風味 好 拆袋 好 嘩 現在就要開一瓶魚露 嘩 那股味真是 肉呢 魚露要鋪滿它 你無理會浸泡它 那可以怎樣呢 原始這個方法 我們用沙布 不要用彈性的沙布 用一些沒有彈性的沙布 那它中間就會滲透一些汁 下去了 那當然就是 先做好它 一個圓形的位置 然後 好 搞定了 分了兩邊這樣捲起來 那現在可以怎樣呢 好 現在呢 就放上那個盆裡乾淨一點 那接著呢 就塗均勻去四邊 每天都塗一點 好 那現在呢 就塗了第一層先 接著呢 我大概隔兩到三天呢 就會拿出來看看 究竟那個泵帶還用不可以 究竟它變成怎樣 好 好了 那 魚露煮在A-Share 就已經七天了 那我們現在看看究竟是什麼樣子 你會見到 舊肉呢 現在的沙布 放在這裡 幾天呢 你會見到灰灰黑黑了 那我會換一塊沙布 接著呢 就拆出來看看 究竟裡面的肉變成怎樣 接著再拆那些魚露 所以做多一點 繼續做A-Share 好了 你現在看到那塊肉呢 拆了沙布 你會見到兩邊呢 其實呢 它是 還有一點點濕的 因為呢 沙布上升了 你會見到 有一點點不同 那我現在呢 就拍給大家看看 先 你會見到呢 面頭上高的那些呢 都還是呈現粉色 正面呢 都已經開始漂亮了 那我就決定呢 就不再下魚露了 因為呢 剛剛聞過呢 魚露味道很出 那就不再下魚露 就直接把它放進去Dry-age 那裡 過多7天再拿出來 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呢 就過多7天 7天後見 那呢 就一塊14天的魚露Dry-age 和一塊多過28天 其實大概30多些的Dry-age 盲盒魚露Dry-age 這樣兩塊都拆出來 切開它 看看究竟 過了那麼久之後 會是甚麼質感 來吧 好啊 這塊都開來看看 包住了的狀況會怎樣 嘩 嘩 這塊的魚露 嘩 爆得很厲害 這塊就是 做了30X日的一塊 魚露Dry-age 這塊的樣子比較好看 其實 就這樣包住 因為包到尾也不錯 這塊是 不斷塗上去 這塊呢 就是做了 頭7天之後 就這樣 去做這個風乾 那呢 兩個對比 大家看看 十四天 果然是漂亮一點 還有呢 損耗沒有那麼多 你預計大概現在呢 整塊的魚露Dry-age 大概不見 都是不見 40%左右 所以其實是挺漂亮的 我們看看切開中間 漂亮得呢 好 接著我們就試了 30X日的 這塊的魚露Dry-age 它真的全塊黑色 因為太薄 因為這塊太薄 看過 這邊看就看到了 嘩 真的嚴重地 差不多九成黑色 老友 嘩 我不行了 我切中間了 看看有沒有剩下 我想沒有了 有了 有了 有一點剩下 但是這塊我會吃 這塊我會試的 但是呢 就整個黑色 那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 這一塊呢 你會看到乾到這樣 1cm 都1.5cm左右 這塊我不試了 那這邊我一會切下去 摸到它都乾了 那這些是叫做 將血水 已經全部退走 所以這塊呢 我覺得是可以試的 那麼最重要 將些油 貼走 那還有呢 它包著一塊沙布 那它這樣按進去之後 你發現你現在這樣按進去呢 它是 沒有彈線的了 那這塊真的 好像香 那樣 可以照樣試 那現在準備 開爐 好 先煎一下 看看它的味道如何 嘩 但是這隻手呢 有很多懸紅味 嘩 先試一下 我都挺肯定 那些金黃色的樣子呢 是因為魚露 因為魚露裡面 有大量糖分 其他東西呢 那你平時炒菜呢 一炒到金黃色 炒其他東西呢 都是因為 面頭有糖 嘛 一焦糖化 就會變成這樣 肯定啊 這塊 剩下一會兒 嘩 這塊呢 這塊呢 究竟行不行 這塊30X1的Dry Age OK啊 OK OK 我們先切 中間還有一點紅的 就是都 未完全 有事 接著 另外一塊 Juicy的14日 好 那現在呢 先試一下 先吃了一塊14日 中間的起司味 然後面頭的 那些 魚露味呢 不是很濃 是帶出來 接著後面呢 有一陣 小小鹹香 在舌頭的左右 這個不錯啊 甜身啊 挺好的 因為做了14日嘛 那14日呢 就剛剛好 中間是爽的 不過我告訴你 當我剛剛再吃多一點 面頭 有些 crush了那些感覺 因為它已經焦糖化 那個位置就真的鹹 另外 現在就試試 這塊30X日的Dry Age 好鹹 好鹹 好鹹啊 好似 把鹹魚 不煎 就這樣放進口 哇 真的很鹹 哇 不行 因為你會看到 整塊裡面 都已經黑了 就是說 它的魚露已經在裡面 哇 不行 真的很鹹 神嚴之助 真的 30X日還要包沙布 不斷淋 是不行的 反而 14日 你包了沙布 然後呢 淋了一次 然後 大家看前面 你看到我沒有再拍 因為我打算放在這裡 決定不再淋 預露的時候 出來的效果 真的特別好 而且呢 它面頭會有另一種感覺 給你們呢 就會是 它會有少許焦糖化 還有呢 金黃色 很漂亮 十四天 一流 因為呢 它只是在尾巴裡 那些魚露味 會 後來爆出來 但是真的好吃 和爽 那個Bull Cheese味都夠 那 好了 大家有機會 都可以在家裡試一下 如果你家裡有魚露 隨便弄些下去 灑一灑它 不怕弄壞你家裡的雪櫃呢 基本上可以一試 這個真的絕對可以挑戰 謝謝 下支影片見 記得分享、Like、Subscribe 多謝 Bye 點魚露嗎? 我真的害怕 神經病 點魚露都沒有它那麼鹹